好来看到寿丰乡丰田车站的附近 是丰山村当地居民生活最重要的区域 那附近更是教学区行政区等所在的位置 不过中心街每每遇到豪大雨的时候 大量的雨水就会从台九县排水沟 倒灌形成路面积水 那么居民是苦不堪言 寿丰乡公所就向中央营建署争取经费来改善 目前工程已经是收尾的阶段了 那么收封乡长刘耀宗就跟乡民代表李景福 以及前乡长曾淑义前往视察工程 而丰山村乡亲也肯定乡公所的积极作为 丰山村中心街过去逢雨期乡亲就会担心淹水 让居民是苦不堪言 为此收封乡公所向上争取经费来改善 而营建署也核定110年 收封乡丰山国小中心街乡内道路品质提升 以及周边环境改善计划案 这一次改善也将排水沟加宽加深 一并解决异味以及大雨涌水的问题 并且将同一路宽 使道路线形更加整齐美观 而目前工程都已经收尾阶段 收封乡长刘耀宗 协同乡民代表李景福 以及前乡长曾淑义前往现场视察工程 而丰山村的乡亲也肯定乡公所积极作为 我们的乡长把地平建设和水沟都顺畅 做的工程速度不离近 大家做成功没有应用到 地平的需要就是说 你们这种政治 这种政治会把我们地平的 要建设的做好事 我们的情感问 上面是你们的乡长地平代表 我们的管理也都很配合 我们也感谢你们 非常感谢我们公所这一次 给我们中心街这一段的道路 重新铺设薄油 然后水沟重新整治 然后让水流可以通畅 然后水沟不会臭臭的 这个工程也已经要收尾了 就是还有一点点的改进的地方 希望就是建设科可以协助我们 我们这一次就是说排水沟重做了以后 就应该是这个问题都解决掉了 那路面的问题就是说 路面已经很久都没有铺设了 那借这个机会就顺便乡长 给我们争取这个经费来重新铺设 非常的感谢乡长 努力的去争取经费 经过代表会 还有我们县政府的配合 向中央争取经费 终于在今年开始失作了 现在我们这个排水的问题都解决了 路面一起我们也一样 都把它铺得很完整很平坦 还有我们风山国小的状况的家长的接送小朋友 风雪步道 那个都把它做得很完整 都做好 那边是做好了 现在在这边 我们的乡民 两旁的街道的商家 他们都非常配合 配合我们这次的做工程 我们会督促厂商 尽快把这个完成 这一次的工程师做项目 包括了风山国小的人行道改善 中心街排水沟改善 中心街AC路面铺设 全部的工程预计将会在7月中旬前完工 乡长刘耀宗强调 这一次不只是改善道路景观 也渴望解决淹水的问题 记者刘明胜 受风箱采访报道 好